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抢修 在物丰变电所工作的部分员工 就住在仅一强之隔的背勤宿舍 形成了我家住在变电所的特殊现象 在这里生活了数十年的他们 经常会遇到住在变电所旁边没有问题吗? 不怕电磁波吗?这样的疑问 这些台电员工除了以行动打破迷思 也衍生出许多以变电所为家的人情趣味 人家就问了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就变成在台电了 旁边而已 那怎么回事? 那怎么回事? 我就说了 那怎么回事? 我今天这么大了 那带着带着叔叔 有的又出国 我问那怎么回事? 我们那个副主长说 阿杏这个班长你要照顾变电所就一楼 就最近变电所老有事 你就是第一顺位 好处是很多啦 因为上班就是很近嘛 对不对 我看这不用一分钟嘛 白说就是说 公司的台事就在找你了 对这样encial 如果您的医护电话 一款都你在吃 好 各位 吗 くこん at B.S. 總部長 我站在這裏 馬上可以處理 這裏在邊緣的旁邊 我現在已經跟那個 部分B.S.的控制室 現在這裡有一個總部長 現在在邊緣的旁邊 其實全省各地都有 只要有宿舍區的都有 我們的宿舍叫做背景宿舍 那背景宿舍呢 它最主要就是要 紅的 要緊急搶輸 還是緊急故障 要出來比較方便 這裡是台電影音網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